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 獅子座的朋友 向農曆八月伴隨著初一寸類座新月 自身整體運勢會怎樣呢? 財困 但是這個財困會漸入街景變回好的 那個困是來自哪裏呢? 是因為這次這個寸類座新月 直衝在雙魚座的海王星 然後雙魚座的海王星是你們的白宮 所以這裏其實是會體現那個困 但是放心如果你們已經在經歷財困 會慢慢變好 不過如果 很搞笑的 如果你們的財政方面是正正常常 那他都會經歷一個小小的困 然後變好 那為什麼會這麼好事多務呢? 其實這個困是宇宙給你一個小小的壓力去推動你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無災無難 你是不會有動力的 所以有時候人生的一些危機 其實真的有危才會有機 OK 然後那個好 其實就是體現因為這次這個新月 是發生在你們的義工 然後呢 還要三分了你們六公的土命相性 OK 所以 無論如何 即是怎樣都好 之後那個財是會變得好 還有這個財是一個正財來的 OK 就不是說你們可以賭錢去投資 而是真的靠你們密密 辛辛苦苦去生財 OK 然後那個財源都會來得很穩定 就不會說並辦 哇一聲就有一些大塊錢跌下來 OK 所以你們接下來 真的要一分耕耘 有一分收穫 另外如果想搞好身體 可能去健身 開始去節食 做運動 這個農曆八月 都是一個非常之有利 你們去開展這些大計的時候 金國農曆八月有貴人 貴人是異性 或者如果要 不是叫政治正確 但是符合這個現實社會 總之是符合你們性取向的人 總之是會attracted to的人 他們就是你們的貴人 再加上因為水平在你們三公天平座 所以還有一些衣著很光鮮 新光頸領的朋友 都是你們的貴人 但是相反也有小隱 小隱是什麼人呢 是外國人 正所謂一些鬼佬 鬼婆 或者是一些跟你隔很遠的人 就算我當是大家是香港人 但是可能是天隔一方 他在加拿大 英國 然後令到你們溝通變得很難 或者是在 general 一些你們溝通很難的人 可能你們在說一些不同的語言 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或者是你們公司的主管 即是那個上司 這些所有的小隱 所謂小隱是什麼呢 不是說他們會害你們 但是他們會對你構成一個壓力 甚至是影響到你們身體健康 好 現在講另一個訊息了 其實這個農曆八月 你們獅子座的人員是非常之好的 尤其是因為在你們身上 你們會體驗到一些很漂亮很美麗的特質 然後都會很吸引到人回來 尤其是中秋前後 中秋是在西曆的10月1日 因為中秋的滿月發生在白羊座 然後白羊座的火星 就三分了在你們獅子座自身公位的那顆火星 那所以呢 那顆金星 你們自身獅子座的金星 所以其實中秋前後 不單止人員好 而你們都會肉火焚身 是會過著一些很火辣的生活 那所以呢 真是中秋這些月圓之夜 要注意安全 如果不是一個不小心 就小心會 就是 搞出人命 不過呢 同時呢 我們在這個中秋 都看到 要提到你一次 你要小心一些外國人 可能一些陌生外國人 大家不知喝醉了 然後就走去 Happy Happy 可況 剛剛一早已經提過你了 你們今個農曆八月的小人 包括外國人 他可以是影響你健康的 所以構成的這個現場就是 咦 如果中秋真是認識了外國人 然後大家Happy 真是一個不小心 是可以造成 對你們身體的健康 和疾病的影響 所以真是要萬分小心 最後 伴隨著這個 寸女座生月 因為 金星在獅子 就四分了 在金牛座的天王星 所以整個農曆八月 如果你們的工作是做一些合夥 即是一些合夥 這樣的營商 就小心你和你的夥伴 會火星撞地球 又或者如果是已婚人士 小心婚姻會出一些問題 而令到你們 恐怖一點 叫做心敗名裂 名如掃地 是會影響你們的那個名聲 OK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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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不是 讓你們 感谢观看